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 吴磊、田希微首搭线偶、王兴月、张月惊喜加盟入戏提上日程 作为童星出道的吴磊 他一直都很珍惜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为了能诠释好剧中各类角色 他选择了真听真看真感受 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真挚且细腻的角色 比如《斗魄苍穹》中的《硝烟长歌行》中的《阿施乐笋》 《星汉灿烂》中的《灵不移》 《爱情而已》中的《宋三川》等等 不得不说 吴磊的表演霸道不油腻 阳光又撩人 细腻又灵动 非常具备成为得意双新老艺术家的前置 正是因为吴磊颜值与演技俱佳 所以娱乐圈的很多实力派小花都对他赞不绝口 尤其是迪丽热巴 赵露丝 周宇同这三位演员 在他们眼里 吴磊就是一个情商很高 演技在线的宝藏弟弟 不过 在部分观众看来 吴磊的表演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尤其是饰演年龄跨度很大的角色 相信吴磊也知道自己的短板 所以他近几年才会以其行的方式 来增强自己的所见所闻 为以后的作品注入全新的看点 以吴磊目前的颜值和状态 他还是更适合校园类型的现偶剧和喜剧类型的古偶剧 毕竟吴磊年纪较小 阅历浅薄 很难完美演绎出与自己年龄差距较大的角色 近日 一部名为入戏的现偶剧已经找到了吴磊 从剧情来看 入戏这部作品 以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位背景 主要讲述的是男女主在演戏的过程中 从一开始的相互嫌弃 相互不易 到后期并肩作战 相互治愈的美好爱情故事 以往现偶剧的视角 几乎都是金融圈 电竞圈 校园圈 很少涉及娱乐圈 因此入戏这部作品 极有可能凭借着新颖有趣的剧情设计 成为明年的现偶剧爆款 吴磊、田锡威首搭线偶、王兴月、张月惊喜加盟入戏提上日程 在入戏这部作品中 男主是一个出身显赫 相貌俊美 热度爆表的流量小生 却因为演技一言难尽 被女主所嫌弃 于是 女主为了加快拍摄进程 只好亲自上阵帮助男主入戏 结果 男主却因戏生情 误以为女主对自己有意思 没想到女主杀青后就立马拉黑了男主 从角色人设来看 吴磊很适合相貌俊美的流量小生的形象 但在表演风格上 吴磊要想突出男主前期演技平平 就必须采用夸张式演技 让自己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技巧的演员小白 这对吴磊来说 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过 吴磊自出道以来就备受观众认可 她的演技松弛有度 肯定会赋予剧中角色有趣的灵魂 至于女主田西薇 她的演技一直都非常细腻灵动 备受不同年龄阶段观众的喜爱 从清清日常到田庚记 她都贡献了自己不俗的演技 为李薇 连满这两个角色注入了有趣的看点 再加上她少女感十足 跟无垒同框 肯定会碰撞出很多有趣的火花 与此同时入戏的女主人涉也很讨喜 肯定会让田西薇更有魅力 在剧中 女主是历经七年封杀的实力派演员 这个角色耿直善良 命运多喘 独立清醒 古灵精怪 肯定会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 除此之外 入戏剧方还邀请到了王兴月 张月这两位宝藏演员 一个是表演老练的新近人气小生 一个是演技精湛的实力派小花 两人强强联手 肯定会为入戏这部作品提供很多全新的看点 目前入戏已经成功备案 即将在今年年底迎来开机仪式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